高雄一名兩歲小女童 日前在鳳山去遊蕩 警方到場之後呢 小朋友同言同語的 遠景當下也無窮邪尋 還好女童爸爸及時出現 原來他們一家人外出用餐 女童趁著家人不注意的時候 跑出了餐廳 才會一度走失 妹妹你住哪裡 我跟他住這裡啊 小女童被一群民眾包圍 發生什麼事 遠景快步走來關心 你爸爸媽媽咧 手上拿著玩具 說不清楚自己住哪裡 小朋友同言同語 看似一點也不緊張 遠景聽了也不煞煞 不斷喊著要找爸媽 遠景見狀立刻牽著小妹妹 展開尋了任務 你可以帶我們去找嗎 朝著小女孩指的方向走啊走 就在這時一名男子急忙重來 眼看心肝寶貝走失了 女童爸爸趕來也真的嚇壞 事發在15號下午 高雄鳳山區文賓路 稍早前證明兩歲 無姓小女童跟家人外出用餐 沒想到她進趁家人結帳時 疑似跟著其他小朋友跑出店家 也就找不到回去的路 一個人在大馬路上找爸媽實在危險 也多虧熱心民眾跟遠景協助 才讓小女孩平安回到家人身邊 好了沒事就好啊 接著陳美君鄭銘高雄採訪報導